这期影片我会展示给你 如果使用手机去创建YouTube频道 我不仅会告诉你如果去开通YouTube账户 也会告诉你很多重要的频道设置 去帮助我的频道获得更多流量 我在影片里面使用的是苹果手机进展示 如果使用安卓手机它的步骤也是一样的 嗨我是Grayson 这频道主要是反关于YouTube频道运营 流量变现以及网络串业内容 我们一直都会分享三部影片随便要记得订阅频道 如果使用我创造者 你可以通过影片下方链接去免费的领取YouTube新手成功宝典 它会从不同方面去告诉你 如果去正确的进一个YouTube频道 首先需要打开你手机上面的浏览器 然后搜索YouTube 像我进入到了YouTube首页上面了 如果想在手机上面去创建YouTube频道 我们就必须要把它转化成网页版的YouTube 在这里我使用的是Safari这浏览器 我可以选择左下角这大小的标志 这里有个切换为电脑版网站的选项 像我就切换成了电脑版的网站 然后可以使用我的两个手指 把它变大并且移动 你可以看到右上角有个登录的标志 在这里面你可以选择现有登录的账户 用这个账户去创建你的YouTube频道 或者是你可以使用其他账户 就输入它的邮箱还有密码就可以了 假如说你还没有现有的谷歌账户 你可以选择这个建立账户 你可以根据它的步骤去输入一些个人信息 就可以创建出一个新的谷歌账户了 现在登录到我谷歌账户里面了 我还是使用两个手指 移动到右上角 然后选择这个头像 如果你这个谷歌账户是完全新的 之前没有创建过账户 你可以在这个区域里面去看到一个选项 去让你创建一个YouTube频道 你就可以点击那个选项去创建的频道 但是如果你是跟我一样的情况 你这个谷歌账户之前已经创建过一个频道了 你需要来到底下选了这个设定 这里面你可以找到一个选项 新增或者管理你的频道 这里面就会展示给你你之前已经创建过的频道 我可以选择左边这个建立频道 在这里我就可以创建一个新的频道名称了 在输入好名称之后再勾选底下这个选项 然后选择建立 这里还会有下一步就是需要验证你的账户 你可以使用两个方式 一个是文字讯息 第二个就是语音来电 比如说选择文字讯息 你可以选择两种方式去让YouTube给你发送验证码 一个就是短信 一个就是语音电话 这里面我选择短信 然后在这个区域里面你需要输入你的电话号码 像是创建好频道了 接下来需要给这个频道去添加这信息 我选这个自定频道 这里面他首先会说欢迎使用YouTube的工作室 然后选择继续 然后他会有三个选项 布局 品牌 基本信息 这里面我们先选择基本信息 这里会展示给你你频道的名称 这个频道名称在14天内是能够更改两次的 然后底下这个就是标识名 这个标识名是唯一的 你可以在14天内去改回你的频道标识名 并且也是一样14天内标识名是能够更改两次的 当你更改了频道标识名之后 你可以看到你频道的网址也会跟着改变 然后底下就是你频道的说明 你需要去向观众去介绍你的频道 比如说你的频道主要是讲什么内容的 你多久更新一次 能够提供给观众什么的价值 都是可以的 在底下你可以新增一下你说明的语言 如果你频道是面向不同国家的观众 他们说着不同的语言 你就可以选这个添加语言 然后底下还有让你去添加一些其他链接 你可以添加不同链接 比如说你的网站链接 你其他的社交媒体链接 都是可以的 你首先需要输入一个链接标题 比如说是Instagram的链接 然后输入你Instagram的网址 这样我就添加了一个Instagram的链接了 在底下也很重要 你需要添加一个联系的邮箱 这样子品牌或者观众就能够很轻松的联系到你了 在我们填录星期之后 我一定要来到右上角选择发布 这样才能够真正的保存 然后还需要选择这个品牌选项 这里面你需要上传一个频道的头像 它的尺寸是98像素乘以98像素 文件格式为PNG还有GIF 这个GIF格式是不带动画的 并且大小不能够超过CMB 可以选择这个上传 你可以调整一下你频道头像 然后选择这个完全 然后在底下你需要上传一个频道的横幅图片 它是展示在频道的最上方的 然后它的像素是2048像素乘以1152像素 并且它的大小不能够超过6MB 也是一样选择上传 这里面可以让你预览一下 你设计好的频道封面图它怎么样的 然后选择完成 现在上传了频道的横幅图片 在底下我建议大家也上传一下 影片的浮水印 它是会出现在影片的右下角的 它的尺寸是150像素乘以150像素 文件格式是PNG不带动画的GIF BMP JPEG大小为1MB或者更小 像是上传了我频道的影片浮水印 你可以选择显示的时间 可以让它出现在影片的结尾 或者是自定义开始的时间 又或者是整部影片 我自己的选择就是整部影片 还是一样要记住在右上角选择发布才能够保存 然后可以选择查看频道 就可以看到我们就布置好我们频道了 并且添加了很多信息 接下来我会展示给大家一些重要的YouTube频道设计 不过在之前如果你觉得自己影片对你有帮助 希望能做影片点赞 这是对我的最大鼓励和支持 想要去进行频道的设计 我们会有两个选项 第一个就是选这个自定频道 然后找到左下角这个设定的标志 就可以进行频道设计 或者是在你频道手机上面 你点击右上方的头像 这里面选择YouTube工作室 首先第一个通用设计 它默认单位你可以选这个币种 这个就是来帮助你计算 在你频道开通以利之后 你的广告收入需要以什么币种来计算 这里面你可以选择不同币种 比如说我选的就是美元 然后在底下选择频道设计 这里面你需要选择你所在的国家或地区 然后在底下你需要输入一下你频道的相关关键字 去描述一下你频道会讲什么样的内容 在输入完一个关键字之后 你需要按住逗号 它就会设定成一个关键字 然后需要选择高级设计 这里面需要你设定一下 你的频道是否是面向儿童的 如果你很清楚你的频道是面向儿童的就选是 反之如果你很清楚不是面对儿童的就选否 如果你不太确定 你想分别对每个影片进行单独选择 你就选第三个选项 接下来这个功能使用资格非常重要 新开的频道就能开启所有的功能 标准功能是一开始就开启的 它可以帮助你去上传影片 创建播放列表 并且在播放列表中去添加席肉者还有新影片 然后就是中介功能 它能够帮助你去上传15分钟的影片 并且添加自定缩图还有直播 你只需要验证你的手机号码就可以了 接下去就是高级功能 它提供给你全线就更多了 比如说对Countdown ID版权主张提出申诉 每天可以创建更多直播 可以上传更多影片 还有更多的YouTube Shirts 你可以嵌录直播 并且在影片的说明栏里面去添加外部链接 还可以申请启用创售的功能 它这里面只需要你完成以下这三个选项中的其中一项就可以了 比如说影片验证 你添加有效的身份证件 或者是你频道有一定的历史记录了 都是能够帮助你去开通高级功能的 在你创建好的YouTube频道之后 我建议大家可以去下载YouTube App 还有YouTube Studio App 你使用YouTube App 不仅能够帮你去看其他人的影片 同时你可以使用YouTube App 去帮助你上传影片开始直播 YouTube Studio App 能够帮助你去看频道里面的很多数据 去帮助你管理频道 我想知道罗在30天内去获得你频道的第一个1,600元素 你可以看这情片 如果你觉得这情片对你有帮助 喜欢的这部影片点赞 一定要记得订阅我频道 来说更多关于YouTube内容 追踪IG 能够有更多互动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 拜拜